張鎮自爆明年做老襯養生沙嗲 這樣又少一個筍盤 張鎮昨天在台灣幫一代中師做事 當然要找些事講一下 那恭喜恭喜 這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像柳葉就會講 吃什麼會生什麼小菜 它有很多秘方 就是會生男會生女的 就是要該吃什麼 咦 吃得焦多 會不會生猴子的